持枪抢劫的那些人啊 其实很害怕对方反击 有可能是出于人性的反应 他们也会被惊吓 被对方的勇气 当然如果你仇家很多的话 那就不建议.22LR了 还是选择和John Wick一起用9毫米好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Bella 感谢回来我的频道 .22LR子弹像是一个桥梁般的存在 它有着140年的历史 承载着枪械文化的精髓 连接着的是全世界的玩枪人士 .22LR子弹呢 迄今为止还是全世界最流行 最便宜最普及的子弹 没有之一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它的故事要追溯回1845年 第一代的边缘激发子弹 那时候叫BBCAP 被使用于各种休闲娱乐 还有游乐场的射击游戏当中 它的子弹头的重量在15g到20g左右 grain是美国专有的一个特量单位 相当于我们0.05g左右 所以16grain就差不多是1g 威力特别小 甚至于没有 12年之后呢 1857年 .22LRSort呢正式登场了 它在BBCAP上面做了一点改动 首先呢就是它子弹头 从16grain变成了29g 相当于1.88g 同时呢 它又加成了弹壳 加了4grain的黑火药 被使用在了Smith Wesson 左轮老厂家的第一代Model 1 单栋左轮上面 0.22LRSort在现今社会也广泛使用 在2005年奥运会的25米手枪射速赛事中呢 他们就用了0.22Sort 还有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小时候那种发令枪 尤其呢是在跑步的时候会使用到的 那个发令枪呢 就是用了0.22Sort 但是啊它没有子弹壳 就是个空弹壳 由于0.22Sort的射程呢并不长 到50米开外之后的设计啊 就满足不了了 所以呢0.22Long的需求呢 就被提上了一成 到1871年 0.22Long带着呢更长的弹壳 从4grain到5grain的 弹药正式的呢被推出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们取名字啊也是非常的直白啊 到1887年 Steven Arms公司呢 把弹头从29grain增加到了40grain 保持了呢弹壳里的5grain的火药 0.22Long Rifle就这么诞生了 虽然说它的名字当中 LR代表着是Long Rifle 但在现代呢 它被很多枪所使用 从德林格手枪到半自动手枪 各种的步枪啊也琳琅嘛 从罗山式的到华塘式枪 再到奔动枪 到全自动步枪 此外呢 还有适用于边缘激发弹的枪支的转换套件 你就可以用最便宜的0.22LR子弹呢 来训练你的武器 0.22口径的枪支啊销售是非常的快 制造商们呢也知道民众啊 对这类枪支啊也是青睐有加 因此0.22LR的枪支啊产出呢也是非常的快 虽然呢0.22LR口径啊被冠名新手弹药 因为它的后座力非常小 也没有Muzzle Blast枪口爆炸 这里呢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 很多朋友啊他不是打不准 用不来那个瞄准器或者是呢扣不了扳机 而是啊很多人害怕它的后座力 从而呢产生了预判不由自主的呢把枪口往下压 还有呢就是recoil的震动之后啊 惊吓了之后啊都不知道瞄哪里 克服啊后座力的力量用了太多 打了几十到一百发左右呢 差不多人也就很累了 那就更别说准了 在美国啊90%的射手选择用0.22LR作为一个起步 所以啊0.22LR口径呢 对新手呢是非常友好的 用来训练扳机的控制啊 呼吸的调整啊 瞄准 还有就是机械安全 哎这些技能啊都可以通过0.22LR来学习和训练 并且呢以它的价格的优势相辅相成 它的每一发差不多就是五分美金到六分美金左右 即便最便宜的9毫米呢也要两毛钱到三毛钱左右 所以啊用0.22LR训练啊 你想练多久想练多少盒 都不再是一个难题啊 虽然说啊它是新手弹药 但是啊它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平民老百姓的生活中呢 也是非常的实用 用来杀害一些害虫啊 比方说鼠类 它就是呢 past control之王 因为啊它足够安静 引不了多少的关注 而且它速度够慢 减少了很多侧面的伤害 比方说不会打到邻居家啊 打到你家的建筑 但是呢它威力也足够的强大 能杀死目标物 如果啊你和你家的邻居特别的近 那就建议使用消声器 如果以上用途啊你还是不觉得帅 厉害的啊还在后面呢 在law enforcement还有军事啊 还有特种部队也喜欢用.22LR Israeli呢就经常使用.22LR去人群控制和短程聚机 一些刺客呢在现代历史当中也广泛使用的.22LR子弹 对于很多犯罪团伙黑帮帮派 .22LR的枪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枪种 最有名的呢就是Deuce Deuce还有一种人特别喜欢.22LR子弹 他们被统称为preppers和survivalists 他们长期致力于防范一些黑天鹅事件 比方说Zombie Apocalypse 如果你是要带一盒9毫米50发的子弹 换成同等重量的.22LR的话 你可以带5倍之多的子弹量 差不多250发左右吧 这绝对是野外求生长期存活的绝佳工具啊 帮助猎杀兔子啊 凯犬地 松鼠类 小型猎物 其实啊抛开以上用途 .22LR啊 极万千宠爱于一生的理由啊 还是周末带着自家的小孩开车到野外 拿一些用过的瓶瓶罐罐的随便打一下 那个画面啊可是很多美国人心中的那一份 温馨和美好的回忆 要讲到自卫安全啊 结局于2018年的4月 美国武装部队表示 如果一颗子弹的能量呢 能达到59英尺每磅 就是致命的 差不多呢就是79胶耳 我通常买的这个弹药呢 是Winchester白盒子 36 ring子弹头 131英尺磅的口径能量 0.22LR呢通常是用16英寸的枪管而测量的 如果是用3到4英寸的手枪枪管的话 差不多呢就要降到100英尺每磅 速度的话呢就是1200英尺每秒 0.22LR啊虽然很小啊 但是它在步枪发射的动能呢 最高呢能达到130到140 foot pound 差不多呢就是180胶耳 对付人啊是非常的没有问题啊 如果是命中要害的话 那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这张图呢是一头北美灰熊的头骨 上面那些弹孔呢就是0.22LR打出来的 千万啊不要低估它 每年啊有很多人被0.22LR给击毙了 自卫方面啊的确众说纷纭 你要debay呢也能debay很久 Bella认为啊0.22LR啊在自卫是可行的 我看过很多的crime footage 持枪抢劫的那些人啊 其实很害怕对方反击 有可能是出于人性的反应 他们也会被惊吓啊 被对方的勇气 还有就是那个枪声啊 震耳欲聋 真的有入室抢劫的话 听到枪声啊他们也就逃了 他们啊是不会和你火拼的硬刚到底 但如果你仇家很多的话 那就不建议0.22LR了 还是选择和John Wick一起用9毫米好了 说到最后啊 其实0.22子弹呢不是富人的子弹 也不是穷人的子弹 你能在竞赛中啊看到他的身影 比方说奥运会 你也可以看到小孩子用他们打 瓶瓶罐罐 驱学者呢会很高兴的用0.22LR呢 学习他们的第一把手枪 培养一个兴趣 兴趣的养成啊往往是一个美好回忆的开始 同时呢你也能看到农民拿着0.22LR呢 来除掉害虫维持生计 我认为啊近140年的历史 它承载着的让枪支伟大的使命 给予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它都是适用的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